好,我们来介绍答案 也就是把我的想法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希望大家经过刚才的暂停 有了自己的一些尝试 可以看到是说我们默认 如果我什么都不做 我把刚才这个取鱼删掉了 什么都不做得到的是一个0到7 32727之间的随机数 那我回忆一下刚才我们在做的事情 在我们猜数游戏中 我做的这个动作得到了什么 我对它取鱼得到的就是100以内的随机数 所以我对多少取鱼 我就能夺到多少范围内 这个时候我得到了一个 对100取鱼我超过了100 这个是有点小问题的 for 0 time unassigned 我其实在这看一下啊 time我再运行一下 它理论上不应该超过100的 但是现在我得到的数都是超过100的 所以在这儿random 大家看到我说错了 我用它除以100了 应该是对100取鱼 这个时候鱼数是在两枚数的 可以看到 但是我能不能对2000万取鱼呢 2000万取鱼我得到了什么 看起来好像这个是我们的直接的想法 对吧 对2000万取鱼看起来跟我没有取鱼是没什么区别 这个的问题就在于是说我们的这个随机数的范围就是最大的32727 所以我它都是小于2000万的 所以它取鱼的时候就是跟没有2000万这个范围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的话 直接用这种取鱼的方式是得不到一个结果的 所以在这块我们可能就要另辟其境 我们既然不能改变这个srand的范围 那我们就去改变我2000万的生成 所以我们想一想如果你生成了一个0到10之间的随机数 比如说我随机生成了78 我又生成了另一个0到10之间的随机数 那我把这两个随机数相成 比如说我生成了一个最大 我可能假设我到就是生成到10 两个都生成了10 我相成是不是得到了100 两个都生成到1 我相成是不是得到了1 我相成一个那个生成是5 一个生成的9 5945得到了45 是不是我把两个范围是10的随机数相成 我就得到了一个范围是0到100的随机数呢 大家想一想我的这个假设 是不是是一个定理 如果是的话 2000万我能做什么处理 我把2000万因式分解成两个因子 这两个因子都在32727的范围内 是不是我就能够获得精确的范围控制 就像是说假设我可以2000万 我是100乘以20万对吧 那这个100的随机数我是能生成的对吧 那我就实际上就是用这个乱的去对100取余 但是另外一部分我还是有问题 因为20万还是大于32727 但是我用这样的思路 那我就不是100我1000可不可以 1000那那边的话就是20000 对吧 我是2000万对吧 那我实际上20000这个随机数 我就用这个乱的取对20000取余就可以了 这边对1000取余是不是就达到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是似乎是一个可行的 我们可以在这边去看一看 我第一个我取了一个1000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需要再创建两个额外的变量 因为它并不是我的最终变量 对吧 那y等于run的 20000是吧 20000乘1000得到了2000万 这个时候我a是谁啊 a是x乘以y 我这个时候打印 打印百分号d乘以百分号d等于百分号d 这个时候是xy 我看看这个时候我能得到什么结果 哦 看到我可以得到一个超过1000万的 这还有一个超过1200万的 这有一个低于低到12万的 左边这边的话生成的都是在1000以内 右边的生成是要在20000以内 但是结果 哎 似乎我用他们俩一成 哎 实现了我的这个愿望 啊 这是一种方法 我给大家的这是第一个提示 但是我们不能止步在这个方法 似乎我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大家再想一想 是不是最优的方法 啊 1000和20000 他们俩之间差了20倍 啊 那我在1000这个里面的话 实际上我的随机数的选择范围 实际上只有一千个 而那边的话是有20000 而这种感觉上面的话 那缩小了很大范围 差了20倍的这个随机数范围 看起来这1000的随机的跳动范围 好像比较小了 我们取一个那个就是非常的极端 但假设 x是对2取 那就1和2之间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取10次 我每一次的范围就是一个骰子 只有正面反面 实际上这就是硬币嘛 那其实虽然你感觉它是随机的 但是它趋近于50%是正面 50%是反面 所以这看起来它的随机的几率就没有那么的随机 跟我是说如果一个硬币有1000面 那可能的随机就比这个两面要那个大的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进一步的提示说 我尽可能的应该让这两个范围靠近一些 那怎么能靠近呢 如果这是2000的话 那我这边是不是就是1万了 那他们俩相差就是5倍 我还能不能进一步靠近 我能不能让它变成4000 那这是不是就是5000了 我还能靠近吗 上面我如果变成5000 下面就是4000 看起来就跟我们之前去看到的是说 我其实只用它的一半的范围内 因为到了另一半 就又变成了一对一对反向的取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40005000 注意我要取的是它的整数因子 我不可以取说4500 那那边的话除不开 那就会造成误差 你最终可能是一个整除 它取了它的伤 但是略掉了余数 那这个时候你用这两个随机数相乘 其实就没有达到最高能到2000万的这个范围 但是40005000是可以的 中间似乎就没有了 因为20我把它去分的话 也就是4和5了 然后中间就没有其他的因子 可以再去印试分解 那现在我40005000 我这样去编译一下 我得到的这个随机数 是不是就变成两边的范围 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接近 左边你看你可以生成到3800 右边我也可以生成到一个那个4300 这样的话我可以达到一个1600多万的一个随机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结果都是能达到2000万 但是这个达到2000万的随机的这个程度 我们用4500的话 你会达到一种最大的这个随机程度 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真的随机数 它是一个我们叫伪随机数 实际上计算机通过计算给你生成的一个 看起来像是随机的 但是我们也要让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随机的 变得稍微的更加艺术型的随机一些 所以这个是我希望大家也通过自己的实验 能够找到类似于这样的方法 如果你能够还有其他的这种方式的话 也欢迎给我留言 放到视频下面的话 提出你的建议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就是事例 就是说用它可以生成2000万 当然是说如果我说 你能不能给我生成30亿的 那一样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整数因数分解 然后分解到一个最接近的范围的两个数相成 那我就可以去获得这样的一个超过三 这个三二七二七 当然是说如果我们说 把它因数分解 我要得到一个极其大的数的随机数 但是它把它分成两个数 还超过三二七二七 那我怎么做 继续分解 直到分解到每一个 就因子都在三二七二七范围内 又是范围尽可能达到最大 这样的话 你得到的一个随机数 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真的随机数 所以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下一个视频会 我们进入到另一个逻辑挑战 就是给一个程序进行定时 好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解题的这个思路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 欢迎留言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